各位不曉得是不是要平板撐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做過你就知道 要撐這個動作撐很久並沒那麼容易 常運動的人那十分鐘已經可以說是挑戰了 那你們知道世界上最持久的男人 他足足撐了 HELLO LADIES AND GERMAN 台高視頻哥和聲明不可思的事情 我相信應該有99%的人都做過這幾個運動 一是仰臥起座 二是伏地挺身 那再來應該還會有一個叫做引體向上 叫做單槓啦 那不曉得大家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很吃力很累很辛苦呢? 可能做個幾十下 甚至幾下啊就氣喘吁吁就做不下去了 那有當過兵的男人 應該都對這幾個動作印象深刻 甚至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有的人甚至在當兵裡面 光靠這三招就被我玩死了 當兵的標準啊 大概是伏地挺身兩分鐘五十一下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了 忘了 五十一下合格 那當時莫敬哥體能爆幹好的時候 巔峰時期可以做到八十下 標準的 這真不誇張 下去下巴都會碰到地板的那一種哦 手肘彎曲的部分呈九十度這一種 啊現在就要做 我做不了啦 好啦我就在思考 當兵的標準是這樣子 欸? 那世界上最強的人 他們又可以做到多少呢? 嗯 莫敬哥秉持著一個熱情的好奇心 就開始去找這些資料了 今天厲害了 我要讓各位知道 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啊 他們根本不可以說是人 他們已經可以算是另外一種生物了 亞種人類 別稱草人 我們就先講基本的伏地挺身好了 那你各位知道 世界上最強的人伏地挺身 可以做幾下嗎? 先給各位知道一個一般人的標準 一般男生大概是10到30下 稍微受過訓練可以有50下 我講的是大概一分鐘兩分鐘的這樣數據 如果吃的比較肥的 可能大概10下以內 會在戰鬥民族那邊 就是俄羅斯車城共和國那邊 有個七歲的小男孩 他叫做庫里耶夫 他破了兩個世界紀錄 他在兩小時內做了 4618下伏地挺身的紀錄 他破了2000歲紀錄就是 6歲男孩在兩個小時內 做最多伏地挺身的紀錄 以及 6歲男孩一次性做最多伏地挺身的紀錄 由於他這個紀錄太瘋狂了 他得到了一個稱號叫做 車城的史瓦辛格 阿諾史瓦辛格的那個史瓦辛格 各位他只有6歲啊 媽呀這傢伙走在學校沒有人敢惹他 你知道嗎 這個人絕對不會被霸凌 你知道嗎 惹不起啊 戰鬥民族當中的戰鬥民族 那誇張的是他這4000多下伏地挺身 還是很標準的伏地挺身 那以為他這個紀錄太瘋狂了 該國總統直接送他一台白色兵士 哈哈哈哈 而且還得到了車城共和國 榮譽公民獎 那為什麼他還那麼瘋狂呢 這原來是跟他爸有關係啊 他爸在背後搞鬼啊 怎樣搞他呢 就是動不動就給他體罰 沒有啦就是跟他一起玩 訓練練拳擊啊 倒立啊 劈腿啊 甚至重量訓練通通都來 那他這個小孩呢 也樂死不疲啊 沒想到練著練著 就不小心得到了世界第一這樣子 網路上呢還可以看到很多 這個小超人 他的訓練影片 那這不看影片 你不知道他有多誇張 他可以倒立 伏地挺身 而且還負重 背上背著一個大鍵盤 那只是說這重量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 別忘記他只是一個6歲的小孩 他拍這個訓練影片的時候 大概是5歲的時候 更誇張的是呢 他那個鍵盤的重量 我相信應該不會太輕 因為他還有另外一些影片 是直接背著一個 比他更小年紀的小孩子 在背上 伏地挺身 小孩子的重量 對我們來說可能沒什麼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5歲的小孩啊 幾乎是一個成年男人 背著一個成年女人的感覺了 另外很妖獸的還有這個 就是惡名招杖的 劍腹滾輪 他呢 可以負重 就是在背著一個籤寒 然後搞追招 而且相當標準 他可以下去幾乎整個身體拉平 然後呢 再上來 而且 過程當中 膝蓋 腰啊 那些都不碰到地板 麻雅這傢伙 我絕對不會希望 以後走在路上遇到他 我怕我一個不小心惹到他 被他靠一拳 結果整個 全股骨折 然後打到臉頰骨折 粉絲性骨折 牙齒溜空 不過呢 這個金氏系的紀錄啊 他有分很多個標準 像剛講到的標準 就是在兩個小時之內 誰做最多 或是連續做最多 然後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沒有休息超過幾分鐘這樣子的 那如果是 一個小時之內 做最多伏地挺身的野武 是誰呢 他是澳洲的一名狂人 他創世紀錄的時候 當年他52歲 比在座的各位可能都還要老 而他在一小時做幾下呢 2682下 而且 這還都很標準 他破紀錄的時間 是在2017年7月 在此之前 他還有一個失業紀錄 當時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創下了 2000多下的成績了 只有後來被打破了 這個人不甘心 老子的紀錄怎麼可以說 被打破就被打破呢 於是他重出江湖 這一次他比先前多了462下 這個當時52歲的男人 他叫做卡爾頓·威林斯 是澳洲人 應該可以稱他為澳洲隊長吧 最強奧客 他在做這2000多次的過程當中 哇這個速度之快 你各位也是很難相信啊 我真的完全感覺不出來 他是52歲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個 年輕的17-80歲左右的 這個超強海軍陸戰隊 網路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片 他的過程當中 除了偶爾喘口氣 然後稍微舒展一下筋骨 基本上他就是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那在這個畫面當中 令我同樣感到很佩服的呢 就是旁邊的 觀察人員 監考人員 還有計時人員 他們在這一個小時之內 就這樣子一直盯著這一個人做 我覺得也是蠻辛苦的啦 也蠻佩服他們的 欸真的是誇張2000多下 算了一下 他一分鐘就要做44下哦 上面是2分鐘左右做51下 他是1分鐘做44下 這誇張了 而且是每1分鐘都要44下 包括最後面的59分鐘 那如果只算最一開始的1分鐘 哇 那這個數字很可能更高啊 不過我相信這個紀錄呢 呃 有一個人正普世丹丹 準備打破他 我想這個人呢 應該就是那個 6歲的小男孩 庫里耶夫 我相信他未來絕對 會把這個紀錄給打破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呃 莫丁哥沒有想到 光這兩個厲害的高手 結果就講了這麼久 現在我們就講一個 跟這動作蠻像的 世界紀錄好了 同樣也非常困難 各位不曉得知不知道平板撐這個動作呢 平板撐的就是你的小手臂貼在地面上 然後硬的腳尖 跟這個小手臂當作支點 撐起你整個身體 在這個支撐的過程當中 你的筋腰臀腿必須保持一直線 你呢就是這樣子撐著 別看這個動作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不需要像福利女生這樣上上下下的 但是我跟各位說 如果你做過你就知道 要撐這個動作撐很久 並沒那麼容易 許多女生可能30秒 一分鐘就開始累了 那就算有運動的人 可能一分鐘三分鐘五分鐘 也會很累 常運動的人 那10分鐘已經可以說是 挑戰了 不容易啊 那你們知道世界上最持久的男人 有多持久嗎 他足足撐了 8小時 15分鐘又15秒 他中間不用喝酒 吃飯的嗎 他的名字叫做超智胡德 原本他在2011年的時候 就靠著這個動作 刷破了一個世界紀錄 達1小時20分鐘 但是沒有想到 2016年的時候 被中國的特警毛衛東 18小時 1分鐘1秒打破 這就要我火起來了 這個龜蘭趴火了 怎麼可以讓你這小夥子 在我關公面前刷大刀呢 於是他在2021年2月15號的時候 重新挑戰這個金石紀錄 沒有想到這一次 他一搞就搞了8小時15分鐘 足足比他之前的世界紀錄還長了 蛤 幾倍 我來的算 哈哈哈 那更不得了的呢 是 這一個破世界紀錄的人啊 同樣是一位長者 他 62歲了 剛剛講到一個52歲 一個62歲 這兩個人似乎都在逆生長 不斷的挑戰生理極限 那你看那個樣子 這個身材是金石啊 你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 是軍人啊 什麼特警啊 特戰部隊啊 還是訓練有數的保全啊 我會想給我一首 他還真是相關方面的 他是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 同時也是 前美國企圖局的一員 好像從事過相關方面 做過相關方面訓練的人 都會對自我的要求 比較嚴格一點 呃 當然也是我退伍之後 只會放一杯自我的啦 啊 萌星哥的就是如此 嘿 不過我現在開始重新運動了 我已經保持了快3個月的時間 那各位你別看那個 撐8小時好像很簡單 在中間的訓練過程啊 可說是各位 無法想像的 前一年半開始 他就每天練 7個小時 他會先做至少 5個小時左右的平板程 做完之後呢 再來個700下不定女生 700下 你各位有沒有聽清楚啊 再來 2000下的仰臥起作 你各位是驚呆了沒有 再來 500次的深蹲 阿娘會聽得我膝蓋都痛了 再來還有300次的手臂肌肉鍛鍊 為了做這一次的挑戰 他花了 2100個小時 在做平板程這個動作 我真的是 打從心裡 佩服 剛剛所講到的這些人 耀眼的成就 果然不是隨便就能夠得到的 每一個發光的人 背後呢 可能都有無數 暗藏的心酸血淚 他在挑戰完這一次的世界紀錄之後呢 他說啊 他下一次想挑戰另外一個世界紀錄 不替你身最多下的紀錄 啊 天啊 剛剛那個澳洲男 澳洲隊長快哭了 你這是幹啥呢 哪個運動不挑戰 偏偏挑戰我的紀錄呢 搞屁啊 那我相信 應該他們都是抱持著一個 良性競爭的心態吧 好啦 下一集我們再來說說 陰體向上 跟陽臥起作 最多下的男人 陰體向上這個人呢 墨鏡哥要說 他真的是現代的 美國隊長 到底 想起情況是怎麼樣 那就訂閱我們 在影片影片那邊 打開鈴鐺吧 在下一集拍出來的時候 你才會收到通知了 如果想到這邊 請按個讚 並且分享分享 並且分享喔 再找我吧 我們影片再見 我會見你明天 拜拜 by bwd6 i need you now